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只行越做越好的动力 现在很多人还秉持着老一辈的观念 就是养儿防老 想着年轻的时候 生儿育女把子女健康抚养长大 等到老了以后 自己失去了工作能力 自理能力 儿女能侍奉床前 让自己安享晚年 然而时代早就变了 宋大爷就说养儿防老不再符合实际 养老防儿才是社会现实 那么宋大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故事 宋大爷年近八十 再过几年都快要四十同堂了 宋大爷年轻时在农村 后来有了三个儿子 那个年代的老人都有一个固定思维 必须得有儿子 有儿子在村里才能不受欺负 当然更重要的是能传宗接代 宋大爷一共兄弟姊妹六个 他在其中排行老三 父母养活这么多孩子 光解决温饱问题就很难 但是宋大爷的父母是始终坚持一点 能改变家庭命运的只有知识 只有文化 家里再苦不能苦孩子 但是回到现实 供着六个孩子上学不可能 家里根本没有那个条件 最后只有宋大爷的五妹 在村里坚持读完了书 即便这样 在当时已经算全村文化水平最高的 后来宋大爷到城市厂子工作 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教育 凭着自己的刻苦 工作之余始终没丢下学习 后来成了厂子里的干部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宋大爷一如自己父亲那样 对撒孩子的学习要求特别高 一定要把儿子们都培养成大学生 还好儿子们都算生气 纷纷考上了大学 顺利毕业 参加工作 一下子培养出来三个大学生 看着儿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 老宋大心眼里很知足 他觉得孩子多 今后爹妈老了 能指望和依靠的人就多了 再说了 孩子多 传宗接代 人丁兴旺 多子多福 到退休的时候 老宋已经当上爷爷了 三个儿子工作毕业之后 没过多久都结婚生子 到儿子这一代 已经开始计划生育了 各家就生一个 时不时的老宋总让把孙子送过来 而且一来 就是三个孙子一块儿送 父亲喜欢 三儿子也乐得清闲 反正也是满足老人 还能减轻自己的负担 一举两得 就这样 陆续把三个孙子也带大了 每天晚上做好饭 等着儿子下班回来接 这些年 老宋没少在儿子孙子身上花钱 老两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底 都花在了孩子们的身上 后来孙子们开始上学 上初中 上高中 老宋和老伴也都上了年纪 老俩日常生活很节俭 有些衣服穿了十多年都舍不得扔 能凑合就凑合 有时候 儿子们偶尔买一两件送给他们 弄不好还挨顿说 时间长了 儿子们都有这个印象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更顺的 让儿子们养成了这个习惯 父母给孩子都是应该的 做好自己 别让老人挂起就行了 老宋从来没有意识到过 自己的晚年生活怎么过 他想着有三个儿子呢 肯定能指望 人没上岁数 很多事没感觉 一旦上了岁数 遇到事儿 可能才会发现 不一定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在孩子们心里 早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 有事的时候找爸妈 没事的时候照顾自己孩子 自从孙子们上中学之后 儿子们很少回来看望父母 一开始老宋能体谅 到自己渐渐年迈的时候 却开始有些不满了 有一阵子 老宋算了算日子 有小一个月没见到过儿孙了 老宋给大儿子打了个电话 什么时候过来吃顿饭 大儿子回了一句 怎么吧 家里没事吧 老宋回答 我和你妈都没事 这不是有阵子没见了吗 听到老宋的话 大儿子说道 啊 没事就行 这段时间我不过去了 你孙子这不是刚上高中吗 学习紧 加上我这段时间单位事多 太忙了 没功夫 老二老三的理由都差不多 听到儿子们的话 老宋心里挺不是滋味 照顾孩子可以理解 但是连看看老人的功夫都没有 父母为孩子付出 到底是为了什么 经过一件事 让老宋彻底发了火 老宋病了 住进了医院 刚住院期间 三儿子一开始挺紧张 轮流着来陪护 稍微好转一些 看着老父亲没什么大碍 儿子们把照顾父亲的事全部推给了母亲 整个病驱住了很多老人 看着别人家子女们进进出出 老俩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老宋给儿子们打过电话 打电话一叫就过来 不打电话 充其量儿子们也只是电话问候一下 住了三个多礼拜 老宋出院了 这段时间把老伴累得够呛 俩人休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 大儿子倒是挺会来事 看着父母精神状态好了一些 张罗着一家人一块吃顿饭 算是给老人洗洗尘 老宋没拒绝 虽然没什么兴趣 但是想想 这也算是儿子们的好意吧 饭桌上一家人闲聊 老宋问了大孙子一句 快高考了 学习紧张吧 大儿子回了一句 是啊 反正挺累的 爷爷 我考上大学 你和奶奶打算奖励我什么 大儿子在旁边半开玩笑的帮衬着 还要啥奖励啊 让爷爷奶奶把你的学费报销了就行了 老二老三也附和着 好像这事已经板上钉钉了 住院期间 儿子们的表现本来就让老宋不满 听到老大的话 老宋冷冷地回了一句 我和你妈把你们带大 谁给我们报销 几个儿子一下子尴尬起来 老大吱吱呜呜地打圆场 爸 看你说的 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老宋一脸严肃 我没开玩笑 本来我不想说 你们张罗也算是为我和你妈 本来是好事 但是看看你们这些年都干了什么 你们看看你妈现在这脸色 七十多岁的人了 我都快八十了 住院的时候让这么大年纪 一个老太太陪窗 这事你们也能干得出来 你妈颤颤巍巍地去给我打饭的时候 我都恨不得钻到地底缝里去 忙 谁都忙 但也得分时候 也得分轻重 我和你妈给你们添过负担吗 不是不需要你们 是不想给你们找麻烦 难道你们就没有点意识吗 非要我和你妈求你们才行是吗 一连串的发问 让三个儿子无地自容 老宋继续说道 都说养儿防老 你们可好 有事了想起爸妈来 爸妈有事的时候 一个个都见不着人影 还张嘴闭嘴让爸妈给钱报销 别跟我说是在开玩笑 你们骨子里就是这么想的 今天我也把话撂这 我和你妈都这岁数了 还想安安稳稳地活几年 这些年我们也攒下一些家当 自己留着用 谁也别惦记 大不了房子一卖 我们住养老院去 活着的时候 吃光花净了拉倒 花不净的 到时候我和你妈写份遗嘱 捐了 一分钱你们也别想惦记 照着你们的做法 我们的生活还得我们自己做主 养儿防老养儿防老 我看养老风儿还差不多 一顿饭就这么不欢而散 从老宋的角度 他认为至少想明白了一件事 晚年生活要自己做主 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 交付在别人身上 老宋的家世 有他惯子女的原因 但是更多的原因 还是出在子女身上 养儿防老是很多老人的想法 但也没什么不对的 现实生活中 依然有很多类似老宋这样的情况 所以父母要明白 选择生育儿女是因为喜欢孩子 就不要想着养儿防老 何况也防不了老 儿女是人生的财富 把儿女教育好 有出息 懂感恩 万年生活 会活得相对舒坦些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知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